是救人受伤的悲剧 甚至有乘客被抛飞 运安会初步调查发现 当时游览车撞山壁时 车速只有45公里 却造成了车辆解体 座椅抛飞 这根本就不寻常 恐怕是车体结构有问题 而运安会建议游览车 本周召回检测之前 应该要全面停驶 当时都没有下车吗 沿途有用挡沙吗 帽子压得滴滴不发意 快步走上增防车 车速化公路游览车撞山 事故驾驶游信司机出院 大批警力监护下 被送往地检署复讯 事发当时 腾龙这部游览车车速 并不快却造成六死三十九伤 的车祸惨剧 不但车体破了一个大洞 还有旅客系上安全带 却被连人带椅抛飞 运安会调查车体结构 可能有系统性问题 车速来讲并没有高到 会有这样的 会发生这样状况 从机械结构来讲 这个是很不寻常的 连续两次以不寻常形容 运安卫主委认为 当时车速四十五公里 并非高速 座椅甩出恐怕不是隔岸 因为去年中发生在 阳明山的游览车撞公车 也出现同样状况 螺丝上锁没有问题 是他上锁的程序 没有很完整 或者是规换 没有去注意到 有一个小漏洞 飞机在撞地 酒机的时候 座椅也不该分离 运安会建议这两家公司 游览车应立即召回 检测完成前全面停试 这个我们叫做系统性问题 对 座椅的系统性问题 这两家的我不建议上路 不建议上路 这两家一定要全部 减环再上路 将部云诺检讨 全台游览车预计分三波 召回如果真是结构性问题 新车安检规范 也将全面修正 剑终各报道